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被自然吸收中和 达到事实上的零排放 这个是目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 你会感觉到到处都在谈论这两个词 从国内来说吧 去年总书记已经宣布 中国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 2060年实现碳中和 刚刚结束的两会也好 国家十四五纲要也好 都把碳达峰碳中和放在一个醒目的位置 这两个词一下子进入了我们日常话语体系 你要是炒股的话 一定知道专门有一个板块 就叫碳中和概念股票 那国际上呢 热度可能更高 拜登政府上台以后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调门一下子上去了 说要重新领导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 前不久呢 又宣布 美国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 2050年实现碳中和 这个目标啊 能不能实现 另说 但确实远超国际社会原来的预期 另外 像欧盟 日韩 印度 也都打出了自己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目标 可以这么说 进入2021年以后 气候变化重新成为一个最热门的全球性话题 那么问题也来了 为什么这个话题突然又这么热 另外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怀疑 这么多国家 这么起敬 真的只是为了拯救地球吗 背后有没有什么别的算计呢 这么做对世界 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 实际上 从今年一月份到现在 世界各大智库关于气候变化 已经出台了非常多的报告 我们今天就通过这些报告 理一下气候变化这个重大话题 先看讲座的第一部分 气候变化问题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热 在讲这个之前 有些背景情况 我先简短介绍一下 气候变化或者说全球气候变暖 成为一个国际政治议题 就是说不光是科学家要讨论 各国政府也要讨论 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 科学界的主流意见很明确 地球气候正在变暖 主要原因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大幅增加 能吸收温室气体的森林面积又在缩小 那气候变暖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从我们人体感觉来说 温度升高一到两度可能都感觉不出来 但是地球平均温度如果升高一到两度 可完全不一样 极地冰山融化 极端天气 海平面升高 海水酸化等等都会发生 对整个地球的冲击非常之大 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你肯定听说过 这里不多说了 就说一句 目前普遍认为 如果不采取进一步措施 那本世纪末全球升温的幅度将达到三度 而现在国际社会的努力目标 是争取把升温幅度控制在1.5度之内 那具体采取了什么行动呢 有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和协定 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协定 一个是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 一个是2015年的巴黎协定 京都议定书你肯定听说过 当年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 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 这个协定实际上是失败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表格 你可以看一眼 你看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对象是发达国家 但问题是应对气候变化是有成本的 那些发达国家觉得这种成本主要由他们承担 发展中国家不承担亏了 所以呢美国参议院一开始就不批准 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呢 后来也退出 只有欧盟和新西兰留下 另外呢这个协议的约束力啊也比较单一 那巴黎协定呢变了发展中国家也加入 也要承担成本 那这么多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愿意加入呢 一方面啊 约束机制做了重新的设计 另一方面呢 中国的示范作用非常关键 要知道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世界工厂 碳排放量是世界第一 而美国呢累计碳排放量世界第一 当时2015年的时候 中国和美国紧密合作 才保证这个协定啊成功出台 听到这里呢你也能理解了 为什么现在美国一旦要加入气候变化应对 拜登政府马上就把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又提出来了 好现在说正题 这个巴黎协定呢 有一系列的具体日程和规定 今年年底啊计划在英国城市格拉斯哥 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就是要审视各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进展 也要进一步的解决落实问题 所以你看啊 为什么气候变化问题突然这么热 最直接的回答就是 落实巴黎协定的阶段性时间节点快到了 而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特朗普政府呢正好下台 美国又重新回到巴黎协定 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啊 使得气候变化问题一下子又冲上了国际社会的头条 当然最根本的动力还是气候变化的冲击越来越明显 那这种危机到底有多严重呢 我这里啊 就不从全球的角度讲啊 说实在的 绝大多数中国人关注的还是我们自己国家 再往大里说一点 把我们周边也算进来 我们就挑这样一块地方来看一下 未来面临的气候挑战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最近呢 麦肯锡公司啊出了一份报告 亚洲气候危机于应对 专门分析这个问题 篇幅很大啊 有150多页 首先呢我要插一句啊 这篇报告说的亚洲呢 不是我们地理书上说的亚洲 它没有把俄罗斯和中东国家算进来 但是呢把澳大利亚算进来了 这比较有意思 更有意思的是啊 报告把这篇地方呢 分为四个部分啊 区别分析 哪四个部分呢 一边疆亚洲就是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南亚 二星星亚洲 主要呢就是东南亚国家 三先进亚洲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上日本韩国 第四中国这是单独放出来的 说实话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分类 报告呢 先说了总的结论啊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亚洲面临的冲击和危险 比其他地区呢更加严重 怎么个严重呢 我在PPT上啊 把报告的主要结论 列上去了 你可以扫一眼 或者呢 等我讲完以后 回头再来看 报告接着又说 注意啊 这就更重要了 四部分亚洲地区的气候危机啊 是不一样的 受害最深的 就是边疆亚洲和新兴亚洲 或者说是南亚和东南亚 先进亚洲和中国的情况呢 要好一点 好 我们不管其他三个部分 看一下报告是怎么预测中国的 他说啊 中国的面积宽阔 气候呢 差异很大 所以呢 不同地区受到的影响不一样 从近期来看 由于冰川融化速度加快的原因呢 中国地表水供应增加 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啊 所以中国农业 总体上有望成为气候变化的净受益者 你看啊 这一点很有意思 我补一句 按报告的说法 日韩的农业呢 和我们类似 但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农业 是严重受损 但是啊 报告又说 气候变化呢 也会对中国的经济形成几大冲击 首先就是极端降水和台风更加频繁 报告预计啊 如果碳排放啊 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那么到了2040年 中国沿海地区发生严重台风灾害的可能性 将增加三倍 那到2050年 中国中部和东部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可能性呢 将增加三至四倍 这种灾害啊 对基础设施和供应链威胁很大啊 特别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啊 是中心地位 所以呢 这种风险也更加突出 好 那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风险呢 还有的 报告说啊 气温和湿度对经济有很大影响 这一点啊 我们乍一听 可能会觉得不好理解 但是你想 夏天高温的时候 我们工作时间工作效率都要打折扣的 户外工作更是这样 所以报告说 由于极端的高温高湿天气 中国损失的有效户外工作时间 在2020年时是4.5% 到2030年可能增加到6% 2050年可能增加到8.5% 光这么说呢 你可能还没有什么概念 换算成GDP 你一听就明白了 那就是平均每年面临1万亿到1.5万亿美元的GDP损失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 所以你看啊 光是中国和中国周边地区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就这么大 全球呢 更是可想而知 这个就对世界各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 促使大家呢 尽快行动起来 不过虽然这么说 我相信呢 不少人还是有疑问 这么多国家 这么起劲 背后是不是还有别的动机 我自己啊 就被问到过好几次 可以这么说啊 这是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特别关键的问题 看不清这个 就看不透今天国际社会呢 围绕气候变化的一系列行动 好 我们就来看讲座的第二部分 各大国行动的背后 到底有什么考虑 我先要告诉你 各国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立场有很大差别 为什么呢 不是大家都受到威胁吗 问题就在于 如果要用减少碳排放 搞碳达峰碳中和来应对气候变化 各国的代价是很不一样的 总体上呢 可以分为两大派 一派是化石能源负极果 所谓化石能源就是我们现在使用量最大的石油煤天然气 那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主要就是要限制这些能源 用其他更加绿色的能源来替换 这样一来啊 这些能源的主要出口国当然就受到很大冲击了 当然就不积极了 但是他们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 所以呢是一个两难处境 那么说到这方面 最典型的就是俄罗斯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啊 CSIS和卡内基基金会呢 最近分别有专门报告谈俄罗斯在这个方面的两难处境 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也是我们全球智库报告解读呢 第一次专门谈到俄罗斯 我们都知道啊 俄罗斯呢不光是化石能源大国 而且他的经济啊高度依赖化石能源 有多依赖呢 就说一个数字 俄罗斯联邦预算收入将近50%都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 所以呢 俄罗斯对减排化石能源替代这些事情 他不可能积极 但同时俄罗斯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 他的人均碳排放啊比我们中国高出53%啊 基本上是世界上最高的 同时他气候变暖速度也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2.5倍 在去年也就是2020年 俄罗斯各地就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气温 森林火灾面积呢 相当于一个希腊 而这种灾害对经济的威胁当然也很大 俄罗斯审计署就估计 未来十年气候变化造成的风险啊 将使俄罗斯年均GDP呢 下降3% 所以你看啊 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两难处境 应该说世界上多数化石能源负极国家呢 都差不多 那另一派呢 就是比较积极的 现在多数发达国家就属于这一派 特别是欧盟 要知道绿色在欧盟啊 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标识了 如果一个政客不再减排 环保这些问题上表表决心的话 他就别想当选 另外呢 很多发展中国家 像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态度啊 也很积极 那说到这里呢 就要说到关键问题了 这么多国家在探达峰 探中和问题上这么积极 是不是仅仅因为气候变化的压力呢 回答很明确 当然不是 要知道啊 在一定程度上 应对气候变化这件事情本身 就是一种国际竞争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 它涉及国际倒影 毕竟啊 全球气候变化的后果越来越明显 而且呢 真的是由全人类来承担的 所以这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表现如何 直接关系到它的国际形象 可以这么说啊 积极的国家很容易占据一个道义高地 而不积极的呢 在道义上只能处于防御地位 这个就是美国著名学者小约斯福奈提出来的 软实力竞争 所谓软实力 指的就是国家那种无形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这一点应该说很好理解 但第二点呢 更重要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啊 应对气候变化不光是软实力竞争 像碳达峰 碳中和这些措施 背后呢 是能源政策和产业政策 实际上是一种实打实的经济产业竞争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就看美国吧 这次拜登政府提出来的清洁能源革命计划呢 提出美国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那根据一些机构的计算 美国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量占比啊 要从今天的14%上升到2050年的56% 这是什么概念 这就是一次能源转型的大跃进啊 要知道能源转型绝不是换一种能源来用 那么简单 它涉及的是一系列的部门和企业 特别是大量的基础设施需要改组 甚至是重建 就拿风电来说吧 风力发电是清洁能源 但是呢 它很不稳定 在传统的电力系统下 基本上没法用 以前有的专家就管它叫垃圾电 那要用的话呢 一方面要加强风力 涡轮啊这些关键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啊 要把它们的成本呢降下来 还要把现有的输电系统呢 进行大的改造 它的电力并网 纯粗这些环节的问题都要解决 所以你看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啊 投入非常大 牵动整个产业的升级改造 那美国政府准备投多少钱呢 将近两万亿美元 你看到这个数字就知道了 这已经不是一个环保项目 而是国家的产业系统升级项目 那既然是产业升级 新一波的国际产业竞争 当然是免不了的 而且我告诉你 我们中国绝对处于竞争的中心 我这里呢 有一篇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啊 CSIS和彭博NEF 今年二月份联合出台的报告 叫做工业政策贸易与清洁能源供应链 将近三十页 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CSIS这个智库呢 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不用介绍 彭博NEF呢 我稍微说两句 这个是著名的彭博社啊 Bloomberg下面的研究机构 在业内啊 非常牛啊 主攻商业工业政策 能源政策 这些方面的研究 那这篇报告 首先分析了现在的清洁能源市场 他发现啊 全球清洁能源市场呢 正在迅速的崛起 从2005年到2020年 全球风能发电增加了11倍 太阳能发电增加了118倍 那这样一个市场的分配是怎么样的呢 你看一下这张图就知道了啊 中国在其中占了最大份额 报告说啊 中国不仅仅占了清洁能源的最大市场 而且呢 在全球清洁能源的供应链当中 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 报告呢 举了三个例子 锂电池 太阳能 风能 就拿锂电池来说吧 锂电池的价值链 主要是锂和骨 这两种矿物的开采和精炼加工 那中国是什么情况呢 中国对这两种金属的精炼能力 分别占世界的61%和72% 这就很惊人了 如果再看加工环节 那同样惊人 锂电池啊 构造很简单 主要就是这几个部分 电池的正极 负极 隔板 和电解质 这几个部分里面 中国制造比例最低的 也达到了52% 最高的呢 要达到78% 这个就不需要多说了 锂电池的价值链 绝大部分都在中国 再看太阳能光伏 PV的供应链啊 按照报告的说法 这条供应链最上游的两部分 多金硅和金元的生产 属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 进入的门槛很高 而中国呢 生产了世界72%的多金硅 90%以上的金元 这么高的集中度 让别的国家 很难再进入这一领域 中国不光在这两个部分 在光伏供应链的下游啊 光伏模组也是这种情况 72%是中国公司生产的 所以你看啊 太阳能光伏PV的供应链啊 也集中在中国 那风电设备呢 报告说 和前两项相比 风电设备方面 中国的产能占比相对小一点 但依然是供应链最集中的国家 那这种集中度意味着什么呢 报告接下来说的东西啊 就很关键了 一方面 中国在清洁能源设备方面的制造能力 迅速增长 导致市场价格呢 普遍下跌 所以呢有助于降低成本啊 加快世界的脱碳进程 但另一方面报告说啊 政策制定者未能认识到的是 全球清洁能源制造业正在成为一场零和博弈 如此高集中度的清洁能源设备产能啊 很可能对其他国家呢 形成压制 这里啊 报告还专门研究了印度和德国的例子 印度在这方面呢 是一直没起来 而德国呢 一开始非常兴旺的光伏晶圆 电池和组件的制造商啊 已经基本消失了 像曾经很牛的巨头啊 Qcell 在2012年就申请破产 现在呢 德国只保住了太阳能技术供应链的最高端部分 问题是 随着全球各大国纷纷向碳达峰 碳中和冲刺啊 接下来这个清洁能源的供求两侧要突飞猛进 而这个过程呢 又不仅仅是新能源技术 像5G 6G 物联网 人工智能啊 对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降低能耗啊 也非常重要 所以呢 这是一个系统的跃升进程 谁能在这个进程当中保持领先 谁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甚至呢 引领世界下一波的产业结构升级 那报告说 中国在这方面啊 已经具备了巨大的优势 美国和其他国家 如果想避免一种强者横强的局面出现 就要加快步伐了 我这里要再补充一句啊 在我们看到的美国智库报告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在建议美国政府啊 要借着这次雄心勃勃的碳达峰 碳中和方案 在贸易政策 产业政策等方面呢 加大投入 让应对气候变化啊 推动美国整个产业的升级 所以你看啊 这么多国家下这么大力气 减少碳排放 当然是为了对抗气候变化 这个全球性的威胁啊 是为了全人类 但是在它的背后 依然是传统的 为了抢占先机的国家间竞争 看明白这一点呢 就看明白了 现在国际社会的气候变化斗争 那么 这样大范围的斗争和博弈啊 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来看一下 讲座的最后一部分 应对气候变化 会如何塑造这个世界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先讲一个下一步的矛盾焦点 那就是碳关税 碳关税这个词 你肯定听说过 也叫二氧化碳边界调节机制 CBAM 欧盟议会呢 在今年的三月份啊 刚刚通过了碳关税法案 预计啊 在2023年正式实施 那到底什么是碳关税呢 简单的说 就是那些在碳减排方面啊 走在前面的国家 特别是欧盟 而说我们下了很大力气 把自己的高碳项目压下去 但其他国家如果不这么干 那对全球碳减排就没有多大用了 更重要的是 欧盟这些国家觉得 我们压缩高碳项目 是付出了很大成本的 你们如果还是用原来的高碳方式 生产产品啊 还把这种产品呢 卖给我们 那我们那些付出高成本 去做减排的企业 岂不是大大吃亏 所以要对那些高碳方式 生产的进口产品 特别是什么呢 特别是钢铁 水泥 电解铝等等的 加收关税 这个就是碳关税 说白了 这是一种处罚性关税 因为你高碳 所以想对我出口 得多交一份税钱 这件事情乍一听 你会觉得有点道理 但是真要推行的话 影响太大了 就拿我们国家来说 欧盟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 一旦碳关税正式开征 那我们很多行业的出口 都要受到很大冲击的 那从全球来看 这种冲击呢 当然会更广 也更深 德国啊 有一家智库 叫做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他在三月份呢 就发了一份报告 题目叫做 建构气候俱乐部的二氧化碳边界调节机制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呢 我们是第一次介绍他的报告 这家智库主要研究经济 气候和能源规模并不大 但是呢 专业性很强 在欧洲啊 很有影响 这篇报告就指出了 碳关税下一步 可能带来的摩擦点 第一呢 就是规则层面的摩擦 因为现在国际贸易体系是以WTO为基础的 欧盟率先开始征受碳关税 和WTO规则呢 确实存在不相容的地方 如果更多发达国家强行推行碳关税 那很多受到影响的国家可能会提出质疑了 说这违反了WTO规则 然后呢 搞报复型关税 这样一来 至少近期内啊 贸易摩擦的数量将聚增 并且呢 可能冲击整个WTO体系 第二个摩擦点 是在操作层面 报告说 现在欧盟搞的碳关税 表面上看挺有道理的 但实际操作起来会非常难 比如说 谁来为产品的高碳排放量买单啊 现在大多数产品都是跨国生产的 有些环节碳排放高 有些环节呢 碳排放低 那谁该付碳关税呢 是最后完成产品 向欧盟出口的国家 还是上游从事高碳环节生产的国家 这个就很难办了 所以呢 征收碳关税 不但会被认为是扭曲国际贸易现状 还必然会引起一长串的 更加复杂的摩擦 最后呢 可能扩散到整个系统 所以你看啊 应对气候变化这件事情呢 很可能导致整个国际贸易体系发生震荡 实际上啊 它可能重新塑造国际贸易 那你可能会说 这完全是由于碳关税这种新举措引起的 实际上我要告诉你的是 即使不考虑碳关税 仅仅是各国自己的减排行动 也会导致不小的贸易和经济格局变化 甚至呢 引起地缘政治后果 因为时间关系啊 我们就不看别的国家了 就拿碳达峰碳中和方面最积极的欧盟啊 作为例子来看一下这种前景影响 欧洲与全球经济治理实验室呢 二月份出了一份报告 题目就叫欧洲绿色协定的地缘政治 报告开宗明义 说欧盟推出的 只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欧洲绿色协定呢 将产生深远的地缘政治后果 主要原因啊 还不是碳关税 而是什么呢 而是能源关系的改变 为什么这么说呢 报告讲 欧盟是世界上重要的能源进口方 像石油的进口就占到世界的20% 但从现在到2030年 欧盟的油气进口呢 将逐步减少 到2030年以后是大幅度降低 石油进口量将下降78%到79% 天然气进口量呢 将比2015年减少58% 甚至是67% 你可以看一眼PPT啊 这个缩减少许多 这个缩减幅度确实很惊人 这样一来呢 能源的供求关系就发生变化了 首先是欧盟的东部 俄罗斯方向 欧盟的油气主要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大约占到进口总额的30% 要知道啊 这种能源纽带是双边关系的一个稳定器 有了这个稳定器 俄罗斯和欧盟在政治上安全上再出现折腾 问题都不大 但是呢 如果这个能源纽带弱了 俄欧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 可能就发生动摇 俄欧关系呢 也会面临更多的考验 还有啊 是南部北非方向的阿尔及利亚 报告说呢 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能源基础设施 都面向欧洲 尤其是天然气 它的经济啊 很脆弱 高度依赖能源 出口的产品里面 95%是石油和天然气 而这部分卖油气的收入呢 又占它整个国家预算的60% 这种情况下 欧盟油气需求如果大幅度减少的话 这个国家的日子就会非常难过了 报告说 阿尔及利亚在应对这种转型方面非常缓慢 要像别的大买家啊 比如说中国 在出口这么多的石油天然气啊 它也很困难 所以呢 报告就警告 欧盟推进碳中和目标的时候 要小心 北非特别是阿尔及利亚 很可能会陷入动荡 要知道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 和欧洲就隔着一个地中海 4000多万人口 如果风险真的爆发的话 那欧洲又会面临一系列问题 从难民危机到人道主义危机都会再来一遍 所以你从欧洲这个情况就可以看出 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会在地缘政治安全 甚至军事方面带来一系列的溢出效应 所以它不仅会牵动世界经济和产业格局的变化 也会重新塑造大国地缘政治 这样一个事情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时代大潮了 当大潮来临的时候 抓住潮头 同时又能规避其中风险的那一方 一定是未来的赢家 那抓住潮头 靠的是果断和远见 而要规避其中的风险 这要依靠我们的洞察和智慧 这一点对国家对个人都是一样的 好 这期全球智库报告解读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